人類的歷史就是依靠我們的雙手 推動時間的巨輪不斷前進 在雲林虎偉國中 有間雲林製造教育示範中心 希望讓同學透過手作 不斷延續並且創新 這樣的歷史傳承 所以試著把人體的器官 把它給解剖以後 把它寫上名字了 這是雲造中心主任 林詠卿的生物課 大小才 肝 很隔膜 上課內容不是讓同學 單看課本認識身體器官 而是讓他們親自動手組裝 了解各種器官 在人體裡面的位置 就是比較有趣 好玩 就是可以自己去組 有點像平均一樣 像醫生一樣在解剖器官 然後再把它組裝上去 可以認識它的位置 它的形狀 我覺得這樣的生物課 變得更有趣 特別 我覺得生物課 就是該讓學生真的動手去摸 動手去做 然後從做的過程中去想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像課本上面是平面 但是透過這樣子的設計 我們可以知道它原來是立體的 用手實際碰觸知識 是雲造中心培養學生 製造精神的起步 所謂製造精神 就是希望透過動手做 解決生活上的各種問題 我們希望讓孩子可以想要東西自己做 壞掉的東西可以有容易自己修 在籌備雲造中心的過程中 林詠卿發現 想讓同學們能夠製造 像木工這類傳統工藝 有時比3D列印這類數位課程 更具啟發性 我們這個空間當初在營造的時候 我們是靠著我們自己的製造 所以我們需要有木工的引路 結果編完木工的過程中 發現這一塊真的是一定要玩的一塊 因為它可以讓學生 也是可以學3D建模的部分 還有他們可以去組合出 自己想要的東西出來 不見得只有3D列印 才可以印出我們的東西出來 雲造中心因此規劃了木工 金工 陶藝 縫紉等課程 希望讓同學從日常生活用品開始 體會到動手作的樂趣 對同學來說 上手作課程的收穫 可不只是好玩而已 對生活當然有幫助 譬如說我們學這個裁縫機 你衣服破了 自己修 像是磨東西還是切東西 你都會特別去精準量那些刻度 好像可以增加你一些觀察力 然後在刻度上面計算 或者是質量重量 你如果沒有計算清楚的話 就是這個作品就失敗了 為了說想要做好這個作品 在課堂上你會去更認真上 想要藉由課棚上的東西 去把那個作品做得更好 我們傳統的學校教育 可能都是一直塞給他們姿勢 他們可能覺得這些姿勢 就是哪裡考試用 當然我們希望透過動手作 他們可以知道這些姿勢 原來是可以用在生活問題上面的 然後有時候解決問題的時候 會覺得突然間有不足的地方 再回去從課本裡面 找尋相關的姿勢 動手作也能幫助他們探索自己 九年級的方姨貞 就是在雲造中心接觸縫紋後 開始對未來的規劃產生雛形 就筆放在裡面這邊 然後就可以關起來 縫紋工夫了得了姨貞 對自己的手藝很有信心 因為媽媽比如說車子線 媽媽就是很慢很慢的那種 我可以直接這樣子 就是直接咻過去 於是他自然而然有了這樣的夢想 想要當服裝設計師 就是自己設計衣服 然後自己車 然後自己弄好 然後給模特兒穿 然後在伸展台上讓他展現出來 雲造中心透過手作 讓同學們了解知識的意義 並看見自己的潛能 喜歡我們的影片嗎 趕快點選旁邊的訂閱鈕 按讚並且分享給你的朋友 如果不想錯過更多 第一手精采的影片內容 也記得按下鈴鐺的圖案 開啟通知 讓你最新熱門的影片 通通不露街